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韩去河 正式结束韩战 美与北韩关系 白宫已宣布 川普将在16.0分0举行记者会 且在19.0分0从巴耶利克空军基地启程返美 先前已有媒体报道 金正恩会在14.0分0离开新加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称此会带来希望与风险 可能终结韩战 大幅改变亚太区域的愿政治版图 且使北韩民重脱离基紧与孤立 多家媒体指出 川普在会前颇有自信且表示乐观 但关于核心议题北韩去河问题 直到昨天仍在谈判磋商 不过双方期限至少并未使峰会暂停 川金会直播 完整呈现第一手及时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 在台湾时间今天 12日 早上9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岛加佩勒酒店揭开序幕 双方料将讨论三大议题 北韩去河 正式接数韩战 美与北韩关系 白宫已宣布 川普将在16点0分0举行记者会 且在19点0分0从巴耶利克空军基地启程返美 先前已有媒体报道 金正恩会在14点0分0离开新加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称此会带来希望与风险 可能终结韩战 大幅改变亚太区域的愿政治版图 且使北韩民重脱离基紧与孤立 多家媒体指出 川普在会前颇有自信且表示乐观 但关于核心议题北韩去河问题 直到昨天仍在谈判磋商 不过双方期限至少并未使峰会暂停 美国总统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峰会 在台湾时间今天 12日 早上9点在新加坡圣桃沙岛加佩勒酒店揭开序幕 双方料将讨论三大议题 北韩去河 正式接数韩战 美与北韩关系 白宫已宣布 川普将在16.0分0举行记者会 且在19.0分0从巴耶利克空军基地启程返美 先前已有媒体报道 金正恩会在14.0分0离开新加坡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此会带来希望与风险 可能终结韩战 大幅改变亚太区域的愿政治版图 且使北韩民重脱离基紧与孤立 多家媒体指出 川普在会前颇有自信且表示乐观 但关于核心议题北韩去河问题 直到昨天仍在谈判磋商 不过双方期限至少并未使峰会暂停